傀儡皇帝的悲哀 光绪得知下一任皇帝是溥仪时 说了些什么呢 光绪弥留之际的听闻下一任的皇帝是溥仪 心中是百感焦急 万分感慨的说道 他为什么不立一个年长的皇子呢 然后又自问自答的说 也对 有谁敢违抗太后的命令呢 短短两句话 尽显光绪皇帝一生的心酸和悲苦 也预示着溥仪的傀儡命运 光绪被慈禧掌握了一辈子 等他长大后就想挣脱慈禧的控制 可慈禧的地位已经根深蒂固 他仅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喊动 当外敌入侵时 光绪帝想要改变现状 开始实行变法 夺回政权 可是不过百天变法就失败了 政权也回到了慈禧手中 光绪被关押在迎台一并不起 后来甚至被慈禧毒害 回顾光绪帝的一生 他想挽救大清 可奈何心有余而力不足 小小富佑又怎能撼动大树 离死都没有摆脱慈禧的控制 而下一任皇帝溥仪呢 也是这样的悲惨人生 真是可悲可叹啊 看了本期视频 您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